启仲光斜洽三月,晋昭阳作恶十一月,凡二年有期,后梁太祖前化元年,新卫,公元九一一年,三月,以有朔,初一,后梁任命天雄刘后罗周汉为天雄节度使,青海,静海节度使监中书令南平湘王刘尹病情紧急,上表委任他的弟弟节度副使刘延暂时主持刘后事务,丁亥,初三, 刘尹病故,刘延继位,齐王李茂贞聚集军队到前属东部的边界地方,前属主王剑对文武群臣说,自从李茂贞被朱温所困,我经常接济他的困乏,现在叫望温赋义来进行侵犯,谁提有功打他,监中书令王宗侃请求前去,王剑任命王宗侃为北路行营都统,四天少监赵温劝谏说,李茂贞没有侵犯边境, 各将领贪图立功,率兵深入,运粮道路艰险遥远,恐怕不是国家的利益,前属主不听,任命监视钟王宗,太子少师王宗贺,山南节度使唐道席为三招逃使,左金吾大将军王宗绍为王宗的副手,率领步兵,其兵十二万,讨伐其王李茂贞, 人臣,初八,王宗侃等从成都出发,经其招展连绵数百里,其王李茂贞招募华元贼帅温涛作为养子,以华元为耀州,美元为鼎州,设置益胜军,任命温涛,为益胜节度使,派他率领州,其州的军队侵犯长安, 后梁太祖赵令赶化节度使康怀珍,中午节度使牛存节带领童华和中军队前去讨伐,以丑二十五日,康怀珍等奏报在车渡攻反温涛,把他赶跑,夏季,四月,以卯朔,初一,骑兵侵犯前属兴,唐道席把骑兵击退,后梁太祖因为长期患病,五月,贾身朔,初一,大赦天下, 贾尘二十一日,后梁任命清后刘延为青海节度使,刘延多延请中原读书人安置在幕府,出任次使,次使中没有五人,前属主王健前往丽州,命令太子王元坦带主国政,六月,鬼丑朔,初一,王健到达丽州,燕王留守光曾经穿唐代皇帝所穿的赤鹤色袍服,回头对江丽们说, 现在天下大乱,英雄武力竞争,我兵马强壮,帝是险要,也想自己称帝,怎么样 孙鹤说,现在内部危难刚平定,公家私人都困苦解决,太原晋王李存旭亏伺我们的西部,契丹娃阿宝基亏伺我们的北部,匆忙谋划自己称帝, 未见其可行之处,大王只要遵养读书人,爱蓄老百姓,训练军队,积住粮食,修行德政,四方自然服从了,刘守光不高兴 刘守光又派人婉言劝说郑州王荣,定州王处职,要求他们遵奉自己为上父 赵王王荣把这件事告诉晋王李存旭,晋王勃然大怒,想要讨伐刘守光,诸江都说,这个刘守光作恶到极点了,应当诛灭他的全族,不如假装推尊他为上父,来让他恶贯满盈,于是与王荣,义务节度使王处之 昭义节度使李四昭,镇武节度使周德威,天德节度使宋摇,六镇节度使共同奉策推尊刘守光为上书令,上父 刘守光不醒悟,以为六镇节度使确实畏惧自己,更加骄横,于是上表给后梁太祖详细陈情 晋王等推尊我,我承受陛下的深恩,没有敢接受 我私下考虑事宜的办法,不如陛下任命我为河北斗同 那么,并周,镇周不值得平定了,后梁太祖也知道刘守光狂妄愚蠢 于是任命刘守光为河北到采访时,派遣阁门使王瞳,从政院受职实验群前去侧命他 刘守光命令蜀官曹你上父,采访时承受册封的礼仪 以卯初三,蜀官取唐代册封太尉的礼仪呈现,刘守光看后,问怎么能没有南交四天 改变年号的事宜,蜀官回答说,上父虽然尊贵,也是天子的的陈蜀 哪里有南交四天,改变年号的事呢? 刘守光勃然大怒,把侧仪扔在地上 说,我的领地二千里,披甲的将士三十万,静止做河北的天子,谁能禁止我? 上父怎么值得做呢?命令赶快准备集皇帝位的礼仪,把阁门使王瞳 从政院受职实验群及各道的使者用刑具居系,投入狱中,不久又把他们都释放了 后梁太祖命令阳师后,率兵三万到行州驻扎 前蜀的各位将领攻击齐王李茂贞的军队 屡次把骑兵打败 秋季,七月,前蜀主王健向西返回成都,留下御营使昌王王宗在利州驻扎 辛丑二十日,后梁太祖在张宗的私宅里避暑,几乎奸淫了张宗家的全部妇女 张宗的儿子张继作不能忍受愤恨耻辱,想要杀死太祖 张宗阻止儿子说,我家不久前在河阳,被李罕之围困 靠吃木屑来度十日,仰赖他救我,才能有今天 这个恩情不可以忘掉,这才作罢 贾臣,二十三日,太祖回宫 赵王王荣阴阳师后在行州,非常害怕 往成天君会见晋王李存旭 李存旭认为王荣是父亲李克用的朋友,侍奉王荣很恭敬 王荣为后梁的侵犯忧虑,李存旭说 朱温的罪恶到了顶点,老天爷将要杀死他 即使有杨师后等也不能救他 唐使有侵犯袭击,我亲自率众抵挡他 叔父不要因这事担忧王荣捧之敬酒 祝晋王长寿,称晋王为四十六九 王荣的小儿子王昭慧跟随前来,李存旭私断衣金结盟 答应把女儿嫁给王昭慧,从此,晋,赵的关系就巩固了 八月,更深,初九,前属主王剑回到成都 燕王刘守光将要自称皇帝,将所大多私下议论以为不可 刘守光于是在大厅里摆制刀斧,针板,说敢觐见的斩首 孙赫说,苍州被攻破的时候,孙赫本该当死,蒙大王保全性命 以至今天,今日岂敢贪生怕死而忘记恩情吗? 我以为今天的皇帝是不可以做的 刘守光勃然大怒,把孙赫按扶在针板上 命令军士踢下他的肉并且吃掉 孙赫大声呼喊说,不出百日,一定有大兵来到 刘守光命令军士用土塞他的嘴,一寸寸的剁斩 甲子,十三日,刘守光及皇帝位,国号大宴,改年号为英天 任命后梁的使者王瞳为左相,卢龙判官齐舍为右相 史燕群为玉史大夫 受策命这天,契丹攻下平州,阉人惊慌扰乱 齐王李茂贞派刘之郡,李继崇率兵攻前蜀 以害,二十四日,王宗侃,王宗贺,唐道席 王宗少在青尼岭与齐兵交战,前蜀兵大败 马布使王宗号逃奔兴周,淹死在嘉陵江,唐道席逃奔兴远 在这以前,布军都指挥使王宗晚修筑西县城,号称安远军 王宗侃,王宗贺等收集逃散的兵组奔赴西县保守 刘之郡,李继崇追赶包围西县 众人商议想放弃星园 唐道席说,没有星园就没有安远,丽州就成为敌人的地方了 我们一定要叛死守卫前蜀主任命昌王王宗魏应援昭陶使 定容团练使王宗波为四昭陶马布都指挥使,率兵救援安远军 再连水,让水之间扎营 与唐道席协同攻击骑兵,在明珠曲大败骑兵 第二天,又在府口交战,斩杀骑王的成州刺势 李燕琛,九月,后梁太祖的病逐渐痊愈 听说晋,照图谋进犯,亲自统帅军队前往抵御 戊须十八日,任命张宗为西都留守 庚子二十日,后梁太祖从洛阳出发 贾臣二十四日,到达魏州,正在吃饭 军前奏报禁军已经从井行出发 太祖马上命令乘坐碾车向北奔赴行 日夜兼程 秉武二十六日,到达襄州 听说进兵没有出发,这才停止前进 襄州刺使李斯安没有想到后梁太祖突然到来 冷冷落的样子,一切没有准备 因此消夺官职爵位 胡州刺使钱彪九罪逞凶杀人 担心吴岳王前治罪 冬季十月,辛亥朔初一 杀死都监攀长,推官中安德 投奔吴王杨龙眼,晋王李存旭听说燕主刘守光自称皇帝 放声大笑说,等他占卜在位年术的时候,我应该以取而代之了 张承夜请示派遣使者表示祝贺来使他骄傲自负 李存旭派太原少远李承勋前往 李承勋到达幽州 用湘邻藩国交往通行的礼仪 燕掌管接待使者事务的官员说 我大王已经即位称帝了 你应当称臣在朝廷上觐见李承勋说 我承受唐朝的命令担任太原少远 燕王自可同属他境内百姓 怎么能同属别国的使者呢 刘守光勃然大怒 监禁他几天 放出来并向他说,向我称臣吗 李承勋说 燕王能够让我晋王称臣 那么我请求称臣 不然,唯有一丝而已 刘守光结果不能使他屈服 前属主王剑前往利州 命太子王元坦代理国事 绝云军于后王从打败骑兵 逮助骑将李燕太 赴获斩杀骑兵三千五百人 以卯初五 卓升将鹏军级攻下骑兵的两个营寨 赴获斩杀骑兵三千人 王宗坎派遣副将林斯厄自中巴川小路到达尼西 见王剑报告紧急军情 王剑命令开道都只会使王宗碧率兵就安远 与刘之骑在斜谷交战 把刘之骑打败 贾言初四夜里 后梁太祖从香州出发 以卯初五到达环水 这天晚上 边境官吏说 晋王 赵王的军队南下 太祖立刻率领军队前进 秉晨初六 报答违宪 有人报告说 沙陀兵到了 后梁兵震动恐惧 多数逃跑 严厉惩惩罚也不能禁止 过了不久 又报告说没有敌人 后梁军上下才安定下来 戊五二十日 贝州奏报禁兵侵犯东武 不久撤离 后梁太祖因禄州家战 百乡屡次失败 所以尽力快速巡视北部边界 想完全洗刷过去的耻辱 神情忧郁反闷 经常急躁发怒 功臣老将往往因为小过失被杀 众人心里更加畏惧 不久 禁 赵的军队竟未出发 十一月人物 初二 后梁集组南下返回 燕主刘守光 召集将力商量进攻一周 定州 幽州参军景成人冯道认为不可行 刘守光勃然大怒 把冯道拘进监狱 有人救他 得以释放 冯道逃奔到禁 张承业向禁王李存旭推荐 任命他为长书记 丁亥 初七王储职向禁王报告遇到危难 怀州刺史开封人段明远的妹妹是个美人 物子 初八 后梁太祖到达货家 段明远进宪财物丰富其辈 太祖非常高兴 更严初时保塞节度士高万兴奏报派遣都指挥士高万金率兵攻严州 严州刺史高行存投降 人臣十二日后梁太祖回到洛阳并又发作 前属将王宗碧在金牛打败骑兵 攻取十六寨 俘获斩杀六千余人 秦获骑将郭存等 秉申十六日前属王宗 王宗波在黄牛川打败骑兵 秦获骑将苏后等 丁有十七日前属主王剑自立州前往星园 援军已经聚集 安远军望见援军骑制 王宗坎等雷鼓呐喊冲出 与援军加攻骑兵 把骑兵打得大败 攻下二十一战 斩杀骑将李廷志等 以害 十九日骑兵解除对安远军的包围 而逃跑 唐道习预先在斜谷埋伏军队进行拦击 又把骑兵打败 庚子二十日 王剑西行返回成都 骑王左右亲信使俭 向骑王李茂贞说刘之俊的坏话 骑王夺了刘之俊的兵权 李继崇对骑王说 刘之俊是壮士 处境困难前来归顺 不应该因为谗言罢免他 骑王为此杀了使俭来安抚刘之俊 李继崇赵刘之俊率全组到秦州居住 勿深二十八日 燕主刘守光率兵二万亲犯一周 定周攻打荣城 王处直向晋王告急求救 十二月以卯 初五后梁任命朗州刘后马 为永顺节度使同平章使 镇南刘后卢延昌出游打猎没有节制 百胜军指挥使黎球把他杀了 自立为刘后 将要杀谭拳波 谭拳波称说有病请求告老 才免杀身之祸 秉晨初六后梁任命黎球为前州防御使 不久黎球死了 崖江李彦土代理主持前州事务 谭拳波更称病情沉重 刘延听说谭拳波病了 发兵攻打韶州 并把州城攻克 韶州刺史廖爽陶奔楚 楚王马燕上表任命廖爽魏永州刺史 丁四初七前蜀主王健回到成都 雾五初八后梁任命静海刘后取美为静海节度使 鬼害 十三日后梁任命静江行军司马姚燕章为宁远节度赴使 暂时主持荣州事务 这是依从楚王马燕的请求 刘延派遣军队进攻荣州 马燕派遣都指挥使许德勋率领贵州兵前去救援 姚燕章不能守住州城 于是迁移荣州市民及其库筑财务投奔长沙 刘延终于取得了荣管及高州 甲子十四日晋王李存旭派遣翻汉马部总管周德威率领三万军队公宴 即以救援一州定州 这一年 前蜀主王健任命内书密使潘抗为武太节度使 潘抗的堂帝宣徽南院使潘翘为内书密使 前化二年 人参公元九一二年 春季 正月 周德威自带州东出飞湖口 与赵王的部将王德明 义务将领成年在一水会合 丙须 初七 三阵军队进攻烟的齐沟官 夺取齐沟官 物子 初九 三阵军队包围卓州 卓州刺使刘志温聚成防守 刘守齐的门客刘去飞在城下大声呼喊 对刘志温说 与你的事有什么相干而坚决固守呢 刘守齐脱下头盔为劳他 刘志温在城上叩拜 于是投降 周德威嫉妒刘守齐的功劳 在晋王李存旭面前诬陷他 晋王召见刘守齐 刘守齐担心获罪 与刘去飞及进士赵凤前来投奔 后梁太祖任命刘守齐为伯州刺使 刘去飞 赵凤都是幽州人 在这以前 燕主刘守光检查登记境内的成年男子 刘守齐王李茂贞 蜀主王剑互相攻占 新有十二日 太遣光路轻炉等出使蜀 给蜀主书信 称蜀主王剑为凶 甲子十五日 后梁太祖从洛阳出发 随从的官员 因太祖随意杀戮 多数害怕随行 太祖听到这些话 更加愤怒 这一天 到达白马顿 赏赐随从的官员吃饭 多数没有到 太骑兵在路上催促 左散其常侍孙智 又建议大夫张衍 兵部郎中将最后到达 太祖命令把他们杀死 张衍是张宗的侄子 秉吟十七日 后梁太祖到达武志县 淮州刺史段明远 供应进县比以前更加丰盛 丁卯十八日 后梁太祖到达霍家 追详李斯安去年供应进县的财务短缺 降为柳州司马 告辞时称赞段明远的能力说 看段明远如此忠诚勤勉 可见李斯安何等狂辈怠慢 不久把李斯安流放到崖州 次令自尽 段明远后来改名段宁 以害 二十六日 后梁太祖到达魏州 命都昭陶使 及宣义节度使阳师后 复使及前何阳节度使李州 以包围藻墙 昭讨应皆是 及平庐节度使贺德伦 复使及天平留后 原相先包围献 贺德伦是河西湖人 原相先是夏义人 悟淫 二十九日 后梁太祖到达贝州 陈州满首领宋叶 昌诗义都帅众将储 储王马燕任命宋叶为陈州刺史 昌诗义为叙州刺史 后梁太祖日夜兼程 三月新寺初二 到达夏博南 登上关金中 赵江福袭带领数百名骑兵 巡逻到这里 不知道是后梁太祖 立即上前逼近 有人报告说 进兵大批人马来到了 太祖抛弃出行用的账目 赶快带兵奔赴藻墙 与阳师后的军队会合 福袭是赵州人 藻墙成小而坚固 赵人聚集精锐军队 数千人聚成防守 阳师后紧急攻打 数日没有攻下 城墙坏了修复 后梁兵死伤已万计 城中箭矢十块将要用完 商量出城投降 有一士兵奋力高呼说 梁贼自百乡失败以来 是我镇州人如眼中死敌 现在前去归顺他们 如同自己投入虎狼口中罢了 艰难窘迫到这个地步 要身体做什么 我请求独自前去试试他们夜里 用绳索坠也出城去 前往后梁军营假装投降 李周仪照他来询问城中戒备请兴 回答说 没有半月的时间是不容易攻下的 于是商议说 我既已归服寿命 希望得到一把利剑 拼死抢先登城 取下首成将领的首级 李周仪没有允许 派他挑担随从军队 这个士兵得空挥起扁弹 猛击李周仪的脑袋 李周仪跌倒在地 左右的人前来营救 才得免死 后梁太祖听说这件事更加愤怒 命令阳师后日夜加紧攻城 丙须初期把城攻克 不管老幼全部杀死 鲜血流满全城 起初后梁太祖带兵渡过黄河 声称五十万大军 进新州刺使李存审驻扎诏州 幽绿兵哨 赴将诏行时请入土门躲避 李存审没有同意 等到贺德伦进攻线 李存审对使剑堂 李四公说 我王正在幽州 冀州有事 没有军队到这里来 南方的战士委托给我等数人 现在县政吃紧 我等怎能坐视不管 使良贼夺德县 一定袭来进攻深州 冀州 危害更加深重了 应当于你等 用奇迹打败他们 李存审于是带兵把守下博桥 太使剑堂 李四公分到活捉后良兵 使剑堂把他的部下分为五队 每队各一百人 一队往衡水 一队往南宫 一队往信兜 一队往复城 自己带领一队深入敌军 于李四公带领的军队 遇见打柴割草的后良兵 全都捉拿 俘获数百人 第二天在下博桥会合 把俘获的后良兵都杀死 只留数人把胳膊砍掉后放走 说替我告诉诸公 晋王的大军到了 当时县没有攻下 后良太祖带领阳师后 率兵五万 会同赫德伦的军队一起攻城 丁亥 初八才到县西边 没有来得及扎营 史剑堂 李四公各率领三百骑兵 模仿后良军的旗帜和衣服颜色 与打柴割草的后良兵混杂行走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 到达赫德伦的营门 杀死守门人 放人呐喊 弓箭乱发 左右奔驰突击 天黑以后 各自割取敌人左耳 带着俘虏而离去 后良营中非常扰乱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被禁军砍断胳膊的后良兵 又来报告 禁军大队人马到了 太祖大为京剧 烧毁营垒 连夜逃跑 迷失道路 曲折行走了一百五十里 物子初九 黎明才到达冀州 县的农民都拿锄举棒追逐后良兵 后良军抛弃的军用物资器械 不能禁忌 不久太祖又派遣骑兵前去侦查禁军的动静 回来报告说 禁军其实没有来 这只是史先锋的流动骑兵罢了 太祖承受不了心中的羞残和愤恨 从此病情加重 不能乘坐轿子 太祖在贝州留住十几天 各路军队才聚集 一昌节度使刘继微年纪轻 荒淫暴虐 很像他的父亲刘守光 他在兜指挥使张万进家印乱 张万进大怒杀死刘继微 第二天早晨 张万进召请大将周知遇 告诉他杀死刘继微的缘故 张万进自称一昌流后 委任周知遇为左都压压 庚子二十一日 张万进派遣使者向后良太祖禁表请求归降 同时也派遣使者向晋投降 晋王命令周德威安抚他 周知遇心里自感不安 于是前来投奔 后良太祖为他设置规划军 任命周知遇为指挥使 凡是自和朔来的军事都隶属于他 辛丑二十二日 后良任命张万进为一昌流后 甲晨二十五日 改一昌为顺化军 任命张万进为顺化节度使 以四二十六日 后良太祖自贝州出发 丁卫二十八日到达魏州 勿深二十九日 周德威派遣赴江李存辉等进攻瓦乔官 瓦乔官的江历及墨州刺使李延全都投降 李延是幽州人 广泛阅读书籍传记 晋王李存旭让他教授自己的儿子李济吉 李延坚决推辞 晋王非常生气 要杀死李延 教练使孟之祥赤脚进入劝剑说 强大的敌人没有消灭 大王难道应该因一时愤怒屠杀相归正义的人吗 这才宽勉了李延 孟之祥是孟谦弟弟的儿子 晋王李克用之地李克让的女婿 吴震南节度使刘威 涉州观察使陶雅 宣州观察使李玉 长州刺使李简都是五中王阳行密的旧江 建有大公 因徐温自幼雅指挥使主治政事 内心不平 李玉尤其厉害 常说徐温是什么人 我不曾见过面 一日之间静当正了 管义使徐出使无悦 路过宣州 徐温让徐劝说李玉到广陵朝见新王 李玉开始应允了 徐说您不这样 人家说您谋反 李玉勃然大怒说 您说我李玉谋反 杀死适中的人不是谋反吗 适中 是说威王养我 徐温大怒 任命环南节度 副使王潭为宣州治治史 蜀说李玉不到朝廷来的罪状 太浅都指挥使柴在用率领州 润州 池州 涉州的军队送王潭的宣州 州副使徐之告做他的副手 李玉不接受替代 柴在用攻打宣州 过了一个月没有功课 夏季 四月鬼丑 初五 后梁任命楚王马燕 维武安 武昌 靖江 宁远节度时 红 鄂四面行营都统 以卯 初七 伯王朱友文到魏州行宫朝建 请后梁太祖回东都 丁四 初九 太祖自魏州出发 以魏十一日 到达黎阳 因病停留 以丑十七日 到达华州 维州枪胡 董卓谋反 前属主王健 派遣宝兰军使赵绰 前往讨伐平定 以四 二十一日 后梁太祖到达大梁 后梁太祖听说 岭南与楚互相攻击 假虚 二十六日 任命诱散其长室 维检等卫谈 广和夜市 前往进行调检 误淫 三十日 后梁太祖由大梁出发 州的微禀报晋王 因为兵少不足以攻城 晋王派遣李存沈率领土玉魂 气得骑兵前去会合 李四元攻打营州 次使赵敬投降 五月假身 初六 后梁太祖回到洛阳 病情严重 司空 门下侍郎 同平章市薛宜举去世 燕主刘守光 派遣他的不将丹廷 率领精锐军队 一万人出城迎战 在龙头刚与周德威相遇 善庭说 今天一定要勤住周杨武 作为战利品进宪 杨武是周德威的小名 交战后 丹廷见周德威在阵中 持枪丹马追赶 枪尖刺到周德威的脊背 周德威侧身避开 奋力挥杖反击丹廷落马 升寝丹廷 放在军营门前 燕兵退走 周德威带领骑兵追逐 燕兵大败 斩杀三千人 丹廷是燕的永江 燕人失掉了他 大丧士气 极丑 十一日 属实行大赦 吴宣州刺使李玉的小儿子 提任淮南崖江 李玉最喜欢他 徐温将他逮捕 押到宣州城下 他的小儿子豪哭哀求活命 李玉因此不忍心再战 徐温派典克和饶 进入宣州城内 用吴王杨龙眼的命令劝说他 说 您本来的意思 如果是谋反 请斩我和饶向众宣士 不是这样 随我和饶出城归顺投降 李玉于是打开城门 请求归降 徐温派柴再用 把他斩首 杀了他全族 于是各个将领 开始畏惧徐温 没有人敢于违抗他的命令 徐之告因公任州刺事 徐州告为徐温做事非常谨慎 任劳任怨 有时通宵不解一代 徐温因此特别喜爱他 常对珠子说 你们为我做事能够向徐之告吗 当时各州长官多事武夫 只以征战为职责 不体察民间之事 徐之告在升州 只选用连节奉公的官吏 修明政治教化 招请四方士大夫 用尽所有家财也无所吝惜 洪州尽是宗祈秋 喜好纵横家游说之术 敬见徐之告 徐之告认为他是奇才 任用魏推官 与判官王另谋 参军王专门主持出谋划策 以牙利 马仁玉 周宗 曹为左右亲信 马仁玉是旁城人 周宗是连水人 润武仁须 十五日 后梁太祖的病情加重 对亲近官员说 我经营谋取天下三十年 想不到太原 李克用的余孽 更加兴旺 强大如此 我看他的志向不小 上天又消除我的年寿 我死了 诸儿不是他们的敌手 我没有葬身之地了 于是哽咽失声 呼吸停止后 却又苏醒过来 京南节度士高级昌 暗中有盘踞京南的志向 于是奏请修筑江陵的外城 把他增广扩大 秉吟 十九日 前蜀门下侍郎 同平章市王凯被免职 降为兵部尚书 后梁太祖的长子 称王朱有玉早死 次阳子伯王朱有文 特别受太祖喜爱 经常留守东都大梁 兼建昌宫时 颖王朱有 担任左右控和都指挥时 他的母亲是伯州营记 君王朱有珍担任东都马部都指使 当初元珍张皇后严肃端正 聪明多志 后梁太祖对他恭敬而畏惧 张皇后死后 后梁太祖纵情歌舞女色 朱子即使在外地 也常征召他们的妻子入宫侍奉 太祖往往与他们议乱 朱有文的妻子王室容莫美丽 太祖尤其宠爱他 虽然没有立朱有文为太子 太祖的意向时常专注于他 朱有心里愤愤不平 朱有曾经犯有过错 太祖用鞭子打了他 朱有更加不能自安 后梁太祖病情严重 命王室到东都大梁 照朱有文来西都洛阳 想要与他决别 并且托付后事 朱有的妻子张氏 也日夜侍奉在太祖身边 知道这件事 秘密告知朱有说 皇上把传国宝喜 交给王室带往东都 我们的死没有几天了 夫妇二人相对流泪 左右有人劝解他们说 事及生计 何不另外设法 时机不可错过 六月 丁丑朔初一 后梁太祖命静祥 将朱有调出任来州刺史 立即让他赴任 已经传旨 但没有搬行赤书 当时贬官者大多追命赐死 朱有越发恐慌 物言初二 朱有改换服装 隐藏身份 进入左龙虎军 会见左龙虎统军韩 把实情告诉他 韩也见功臣老将 多因小过被杀 惧怕不能保全自己 于是与朱有 共同策划 韩领衙兵五百人 随从朱有 混杂在控贺军事中 进入皇宫 埋伏在宫内 半夜砍断门栓进入 到达寝殿 事后病人的都讨散了 后梁太祖惊起 问你谋反的是谁 朱有说 不是别人 太祖说 我原来怀疑你这贼子 只恨没有早把你杀死 你如此叛逆 天地难道容你吗 朱有说 把老贼碎尸万段 朱有的马夫冯廷厄 猛刺太祖的肚子 刀尖从背上穿出 朱有亲自用毁坏的毡子 把太祖裹起来 埋在寝殿里 封锁消息 不发丧 太遣供奉官丁昭浦 持往东都大梁 命令君王朱有珍 杀死朱有文 吉卯初三 朱有假造照令称 伯王朱有文谋反 太兵冲入殿中 朕依赖影王朱有 忠诚孝敬 率领军队 把朱有文杀死 保全震身 但朕并因为震动惊恐 更加危险 应令朱有暂时 组织军队国家事务 含替朱有谋划 大量取出府库内的金箔 赐给各军几百官 来取悦于人 新四初五 供奉官丁昭浦返回 朱有听说朱有文已死 这才发赃 宣布先帝遗留的智书 朱有及皇帝位 当时朝廷新出现内部的变故 内外人情纷扰不安 许州军事轮番报告发生事变 匡国节度使 韩剑不检查 也不防备 秉身二十日 马步都指挥使张厚 发动叛乱 杀死韩剑 朱有不敢追究 贾臣 二十八日 任命张厚为陈州刺史 秋季七月 丁卫初二 后梁宣布大赦 天雄节度使 罗周汉年幼懦弱 军府事务都由崖内 都指挥使潘燕决定 北面兜昭陶使 宣逸节度使 杨师后 在魏州驻扎 长期以来 就想要谋取天雄 惧怕后梁太左的威严 不敢动手 到这时 杨师后 在同阙一戒宿 潘燕觐见 把他逮捕 并且杀死 带兵进入衙城 占据天雄节度使的 职位办公致事 人子初期 颁布致书 任命杨师后 为天雄节度使 调任罗周汉 为宣义节度使 后梁任命 侍卫诸君使 寒奸匡国节度使 甲燕 初九 后梁加封吴岳王 前为尚赋 甲子 十九日 后梁任命 君王朱有珍 为开封隐 东都留守 前属太子王元坦 改名元英 秉吟二十一日 后梁撤销建昌宫使 任命河南隐张宗 为国祭使 梁天下钱梁过去 利于建昌宫的 全部由他掌管 八月 驻防淮州的龙湘军 三千人 离散叛乱 向东逃跑 经过的地方 超强掠夺 物子十三日 太浅 东京 马步军都指挥使 霍燕威 左耀武指挥使 杜燕球 率兵讨伐 耕吟 十五日 霍燕威等 打败叛乱的军队 在燕陵 捉住他们的 都将留重遇 甲武十九日 把刘仲宇斩首 影王朱友 篡夺地位以后 众位老将大多愤怒 虽然极力增加 安赏礼遇 但终究不高兴 告哀使 到达河中 护国节度使 继王朱友谦 流着泪说 先帝数十年 开创的根基事业 日前变起 皇宫耶庭 名声很坏 我冲树翻阵 内心感到耻辱 朱友 召令朱友谦 家官为侍中 中书令 用诏书为自己辩解 并且召他到东都 朱友谦对使者说 所立的人是谁 先帝去世 不理丧事 我将要到洛阳 去问他的罪 要他征召做什么 戊须二十三日 朱友任命 侍卫朱军使 汗为西面行营 昭陶使 都帅朱军 讨伐朱友谦 朱友谦 将河中归附于尽 以求救援 九月丁位初三 朱友任命赶化节度使 康怀珍为河中昭陶使 改命函做他的副手 朱友因兵部尚书 知重政院士静祥 是太祖的心腹 担心他对自己不利 想要解除他重政院士的职务 又怕丧失众望 耕悟 二十六日任命静祥为中枢侍郎 同平章士 人参 二十八日任命户部尚书李镇 为重政院士 静祥便常声称有病 不参与政事 康怀珍等与中午节度使牛存节 合兵五万 在河中承袭扎营 攻城很势急迫 晋王李存旭派遣他的部将 李存沈 李四公 李四恩率领军队前去救援 在胡璧打败后良兵 李四恩原是弱氏的儿子 五五中往场行密 病重的时候 周延请求赵刘威 刘威因此被淮南率府的人所记恨 有人在徐温面前诬陷刘威 徐温将要派兵讨伐他 刘威的木客黄的劝告他说 您受到诽谤 虽然深重 但谋反原本无奇事 如果您曾轻辩小船到广陵觐见 那么嫌疑就会消除了 刘威依从了他 涉州观察使陶雅 听说宣州观察使礼遇战败 也很惧怕 与刘威同行王广陵 徐温带他们很恭敬 如同侍奉武中王杨行密的礼节 从幽加官进决 陶雅等心悦成福 因此人们都推崇许温 黄那是苏州人 徐温与刘威 陶雅率领江丽 向黎言请求 承用智书加封吴王继承人 杨龙衍为太师 吴王任命徐温为镇海节度使 同平章使 淮南行军司马的官职如旧 徐温派遣刘威 陶雅各回本镇 新四 蜀改建南东川 为武德军 朱友谦又向进告急 冬季 十月 晋王李存旭亲自率领军队 自责路向西进发 在解县遇到康怀珍 把后良兵打得大败 斩杀千余人 追到白敬岭才回来 后良兵解除对河中的包围 撤退保卫陕州 朱友谦亲自到一世县 感谢李存旭 随从数十人 撤去兵器 前往晋王的营帐 拜晋王为舅舅 晋王晚上摆设酒宴歌舞 朱友谦喝得大醉 晋王让他留宿在自己的帐幕里 朱友谦安睡 憨牺牲平静自如 第二天早晋 晋王又白酒宴饮 尽兴才散 阳师后得到魏伯的军队后 又坚韧都招逃使 宫中警卫的精壮兵士 多在他的部下 各阵的军队都能够掉发 声威权势很重 心中轻视影王朱友 遇到事情往往独断专行 不顾其他 朱友对他很担忧 颁发诏书照他 说 有北边军事机要 想要与您当面商议 阳师后将要启程 他的心腹亲信都劝他说 前去一定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阳师后说 我知道朱友的为人 即使前去 能拿我怎么办 于是率领精锐军队一万多人 渡过黄河 直奔洛阳 朱友大为京剧 丁亥 十三日 阳师后 率兵到达洛阳外城城门前 把军队留在门外 与十几个人入城觐见 朱友欢喜 用甜蜜恭顺的言辞 讨阳师后高兴赏赐的财务俱万 鬼四十九日 朱友遣送阳师后返回 十一月 赵江王德明率领三万军队 抢六五城县 直到林青 攻打宗城 并把宗城夺取 鬼丑 初九 阳师后在唐殿埋伏军队 进行拦机 大败赵兵 斩杀五千余人 假言 初十 后梁安葬神武元圣孝皇帝于轩灵 妙号太祖 吴淮南节度父使陈章等 率领水军袭击楚越州 捉住越州刺史愿美 楚王马燕派遣水军都指挥使杨定真 救援越州 陈章等进攻京南 高纪昌派遣他的部将尼可福率兵抵御 吴恐怕楚人援救京南 派遣辅州刺史刘信 率领江 辅 辅 辅 信武州的军队驻防几州 作为陈章的声援 十二月雾银 初五 鼠行营都指挥使王宗粉攻打齐文州 夺取州城 首将李继奎逃跑 这一年 习州都将刘迅杀死刺史 献州降进 晋王李存旭任命刘迅为营州刺史 刘迅是永和人 前州防御使李彦徒去世 州人遵奉谭全波主持州中事务 谭全波派遣使者内赋于后梁 诸有赵令任命谭全波为百胜防御使 及前韶二州节度开通使 高纪昌出兵 扬言驻后梁伐进 进攻襄州 山南东到节度时孔把他打败 自这以后 京南入后梁进攻的道路断绝 孔氏衍州人 君王上上 后梁君王前化三年 鬼友 公元九一三年 春季 正月丁寺十四日 晋州的威功课燕之顺州 鬼亥 十二日 颖王诸有朝夜祭祀太庙 甲子 二十一日 祭天 实行大赦 改年号为凤利 吴桓南节度赴使陈章进攻京南 没有功课就返回 京南军队与储兵在京江口汇合来拦击 陈章知道情况 把二百艘船并列连接成一列 夜间过江 京南 楚二阵军队急忙冲出追赶 没能追上 晋州的威功课燕之安远军 冀州将领 成行严等向晋投降 二月人年 初九 前属实行大赦 颖王诸有得志以后 马上变得荒淫无度 引起朝内外愤怒 诸有虽用金箔引诱 但始终没有人依附他 驸马都尉赵延是赵的儿子 后梁太祖的女婿 左龙虎统军 侍卫清军都指挥使原向先 是后梁太祖的外甥 赵延奉命出使到大梁 君王朱有珍秘密地与他谋划 杀死朱有 赵延说 这件事的成败 操在都昭逃使 阳师后令功手中 得他一句话小玉进军 我的事马上就扮 君王朱有珍于是派遣 心腹马慎骄到魏州 劝导杨师后说 影王朱有 杀父篡位 众望专注在大梁君王朱有真身上 您如果能够因此成功 这是非凡的功勋啊 并且答应是成之日 赏赐给他犒劳将士的前五十万民 杨师后 与江左商议这件事 说 当影王杀父叛逆的时候 我不能立即讨伐 现在君臣名分已定 无故改变主意 可以吗 有人说 影王亲自杀死君父 是贼 君王发兵复仇 是正义的 尊奉正义 讨伐逆贼 有什么君臣之分 他们如果一旦打败逆贼 您将怎么安顿自己呢 杨师后说 我几乎打错算盘 于是派遣他的部将王顺贤 到洛阳 暗中与左龙虎统军 是为清军都指挥使 原相先商量 派遣昭逃马不都于后 侨仁朱汉斌率兵驻守华州 作为外影 驸马都尉赵延返回洛阳 也与原相先秘密制定计策 朱友诚治龙湘军内逃散作乱的人 搜捕他们的余党 逮住的灭族 经历一年而不停 当时龙湘军有束手大梁的 朱友赵他们回洛阳 君王朱友珍于是派人激怒他们说 天子阴束手淮州的龙湘军叛变 追查你们打算全部活埋龙湘军的兵重 都很害怕 不知道怎么办 秉须十三日 君王奏报大梁的龙湘军 怀疑恐惧 不肯启程 物子十五日 龙湘军降校 觐见君王 流着泪 请求只是生存的道路 君王说 先帝与你们三十余年南征北战 筹划精灵帝王事业 现在先帝尚且被人杀死 你们到何处能够逃脱死亡呢 于是拿出后梁太祖的画像给他们看 并且流着泪说 你们能够自己奔赴洛阳报仇学耻 就转获为福了 龙湘军兵重跳跃高呼万岁 请求发给兵器 君王发给了他们 庚吟十七日早晨 袁相先等率领进军数千人冲入宫中 朱友听说兵变 与妻子张氏及冯廷厄跑到北原墙楼下 将要越过城墙 自己估计不能免死 命令冯廷厄先把妻子张氏杀死 后杀死自己 冯廷厄也自杀 朱君十余万人大肆抢掠市中财物 百官逃散 中书侍郎 同平张氏杜晓和士讲学士里都被乱兵杀死 门下侍郎 同平张氏 于京和宣正石里镇被打伤 直到太阳落山才安定下来 袁相先和赵岩带着传国宝喜前往大梁 迎接君王朱友真 君王说 大梁是国家创立基业的地方 何必到洛阳去 于是 在东都大梁集地位 又把年号改为前化三年 追费朱友未平民 恢复伯王朱友文的官决 秉身23日 近将李存辉率兵攻打燕之潭州 潭州刺史陈雀 现成投降 前属唐道席从星园罢免回成都 赋任淑密室 太子王元英在朝廷上逐条分裂唐道席的过失罪恶 以为不应当在掌管国家机密钥匙 前属主王健不高兴 庚子27日任命唐道席为太子太保 三月 甲晨硕初一 进周德威夺取燕之鲁台军 丁卫初四 后梁帝君王朱友真更名为 很久以后 又改名为 更须 初七 后梁家官杨师后 监中书令 次绝叶王 次兆不称名 事无大小 一定要先咨询过他 然后施行 后梁帝派遣使者招抚朱友谦 朱友谦又称藩镇 遵奉梁朝年号 秉臣 十三日 后梁帝立皇帝朱友敬为康王 遗仇二十二日 晋将刘光郡攻克古北口 燕之居庸官使 胡令归等投奔进 勿臣二十五日 后梁帝任命宝义刘后带思远 为宝义节度使 镇守行舟 燕主刘守光 命大将袁行钦率领七千骑兵 在山北牧马 赵募山北军队来接应契丹 又任命骑兵将领高兴 为武州刺史 以为外援 晋将李四元分兵巡行山后八军 全部攻克 晋王任命他的弟弟存取 为新州刺史总理山后八军 伟人燕纳将军使卢文进为副将 李四元进攻武州 高兴县城投降 袁行钦听到高兴投降 带兵攻打高兴 高兴派他的弟弟高兴周到进军营中作为人质 请求发兵援救 李四元带兵救援高兴 袁行钦解为离去 李四元与高兴周追赶到广边军 总共打了八仗 袁行钦立尽投降 李四元喜爱袁行钦勇猛善战 收为养子 李四元进攻如州夺取周城 委任高兴为代周刺史 高兴周留下侍奉李四元 常与李四元养子李从科分率衙兵随从左右 李从科的母亲卫士是镇州人 先嫁于王室生从科 李四元随从晋王李克用在河北作战 得到卫士收为妾 所以从科成为李四元的儿子 李从科长大以后以永剑善战之名 李四元非常喜欢他 吴行营招逃时李涛率领二万军队从千秋岭出来 进攻吴越一锦军 吴越王前任命他的儿子胡州刺史前船 为北面应援都指挥使 率兵前去救援 牧州刺史前船为招逃收复都指挥使 率领水军进攻吴东周 以分散吴军的兵士 夏季四月 鬼位十一日 后梁帝任命袁向先兼镇南节度使 同平章使 进周德威率领大军进逼幽州南门 仁臣二十日 燕主刘守光派遣使者给周德威送去书信 请求和解 言辞悲下悲哀 周德威说 大燕皇帝还没有到南郊祭天 怎么屈居人下如此呢 我受天命讨伐有罪的人 结成同盟 继续友好 不是我所要听到的没有复信 刘守光畏惧 又派人前去祈求怜悯 周德威这才把此事向晋王报告 千秋岭道路险峻狭窄 前船派人砍伐树木 截断吴军的后路 然后发动攻击 把吴军打得大败 俘虏李涛及甲氏部族三千余人 带回杭州 以害二十七日 晋将刘光俊攻克燕之平州 捉住平州刺使张在吉 五月 刘光俊率兵进攻盈州 盈州刺使杨靖投降 以四 初四 前属主王剑任命兵部上书王凯为中书侍郎 同平章是 杨师后与刘守齐率领汴州 华州 徐州 衍州 魏州 博州 行州 州的十万军队大肆掳掠地 杨师后自百乡进入攻击土门 指向赵州 刘守齐自备州进入直指冀州 在南门外扎营 焚烧镇州城关乡 人子十一日 杨师后自九门退兵到夏博 刘守齐带兵与杨师后 会同进攻夏博 江城夺取 尽李存审 使剑堂束手赵州 兵少 赵王向周德威告急 周德威派遣旗将李绍衡 会同赵将王德明一起抵御后梁军 杨师后 刘守齐自攻高度过玉河 向东进发 逼近苍州 张万进魏惧 请求迁往河南 杨师后上表 请调张万进镇守青州 任命刘守齐为顺化节度士 吴派遣宣州副指挥使花钱 率领军队 会同广的震恶史 沃信驻访广德 将要再次侵犯一锦军 吴越前船率兵前去攻打 六月 任申朔 初一 晋王派遣张成业 前往幽州 与周德威商议军事 丙子初五 前属主王健任命道士杜光廷 为金子光路大夫 左建议大夫 丰蔡国公 晋号广成先生 杜光廷学识渊博 掌于写作 王健推崇他 常与他商议正事 吴越前船率兵攻克 广德俘虏花钱 窝信回归物资 17日 后梁任命张万进 为平庐节度士 新卯20日 燕主刘守光派遣使者 劝说张成业 请县城投降 张成业因他没有信用 不答应 前属太子王源英 生就了一张公猪嘴 牙齿外露 眼睛邪视 但是激警灵敏 通小书 善于骑马射箭 性情贬侠急躁 多疑残忍 属主王健 命杜光廷 选择学问纯正 性情安详 有德行的人 让他们侍奉太子 杜光廷推荐 如生许记 许简夫 太子与他们 未曾交代过 每天与乐宫下人 嬉戏玩耍 没有节制 蜀官没有人敢于劝谏 秋季七月 王健将要在七夕 出去游玩 丙武 初六 太子王源英 召集诸王 及文武大臣 在一起设宴饮酒 吉王王宗汉 内书密使攀窍 汉林学士 城市高阳人 毛文西没有到 太子勃然大怒 说吉王不来 一定是攀窍 与毛文西 从中挑拨离间 大昌军事 徐瑶 长谦 一向为太子 所亲近信任 依次针灸劝引之间 多次邓少宝 唐道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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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畏惧而起身 丁卫初期早晨 太子入宫 禀报 王健说 攀窍 毛文西 挑拨离间 我们兄弟 王健大怒 命将攀窍 毛文西 贬官放逐 任命前五太节度士 监视中攀抗 围内书密室 太子出宫以后 唐道习入宫禁建 王健把刚才 这是告诉他 唐道习说 太子图谋作乱 想要召集朱江 朱王 用兵禁锢他们 然后发动叛乱罢了 王健产生怀疑 于是 欺息不出去游玩了 唐道习 请召驻防迎兵 进宫直宿警卫 王健应远 成都城内外戒备森严 太子王元英 开始没有做准备 听说唐道习召集军队 于是带领天舞甲氏 进行自卫 逮捕攀窍 毛文西 打他们几乎致死 把他们囚禁在东宫里 又逮捕成都尹攀窍 把他囚禁在德贤门 务深 初八 大昌军使徐瑶 长谦与淮胜军使颜等 各率自己所属的军队 随从太子进攻唐道习 到达清风楼 唐道习带领住房迎兵 出来抵御战斗 唐道习被乱剑射中 追赶到承熙 把唐道习杀死 并杀死住房迎兵很多 成都城内外惊慌扰乱 内书密使潘抗 向前属主王健禁言说 太子只是与唐道习 争夺权力罢了 没有其他心思 陛下应该当面告语诸王文武大臣 来安定国家 王健于世 赵监中书令王宗坎 王宗贺及前立州团练士王宗鲁 命他们发兵讨伐发动叛乱的 徐瑶 长谦等人 王宗坎等在西球场门列阵 兼市中王宗案自大安门攀梯登城 进入宫内 与徐瑶 长谦在惠同殿前面进行战斗 杀死数十人 徐瑶战死 长谦与太子逃奔龙岳池 隐藏在战船中 即有初九早晨 太子从战船中出来 向船夫讨饭吃 船夫把这事报告王健 王健急忙派遣 急往王宗汉前去慰问安府 来到龙岳池时 太子已被卫士杀死 王健怀疑是王宗汉杀了太子 痛哭不止 官员们担心发生事变 恰巧同平张使张阁进城卫裕军民 独到不对背逆作乱的人实行杀戮 将要遗误国家的大计时 王健止住T雷说 朕怎么敢因私情危害国家公事 于是颁布诏书 废除太子王元英为平民 王宗汉奏请把亲手杀死太子的人斩首 结果王元英左右有几十个人被杀 将职流放的人很多 耕虚初时前蜀主追赠唐道习为太师 嗜好中壮又任命攀鞘为疏密使 甲子24日晋武院军使李信攻克墨州 升秦燕江碧园府 八月以害初六李信攻克盈州 后梁帝赐高级猖獗为渤海王 晋王与赵王王荣在天长会见 楚宁远节度使姚燕章率领水军侵犯吾厄州 吾任命池州团练使吕诗造为水陆行营应援使 还没有到达储兵退走 九月假辰 初午后梁任命御使大夫姚继为中书侍郎 同平章时 燕主刘守光带领军队在夜里出击 向尽夺回顺州 吾越王前派遣他的儿子乾船 乾船及大同节度使乾船英进攻吾长州 在吾溪县攀丰扎营 徐温说 这人轻浮而且怯懦率领珠江日夜兼城赶路奔赴长州 到达吾溪时 黑云兜江辰向徐温敬言说 他们以为我军远道而来一定疲乏老眷 不能进行决战 请准带领部下 承他们没有戒备攻击他们 于是从别的道路绕到敌人后面 徐温带领大军挡在吾越军队的前面 前后加攻 把吾越军打得大败 杀死俘获吾越兵很多 京南节度使高级昌制造战船500艘 修挖成员壕沟 整治铠甲气线 作为进攻守卫的工具 召集逃亡在外的人 焦洁武 蜀 后梁朝廷渐渐不能控制 冬季 十月几次说 初一 燕主刘守光率领5000兵重在夜里出发 将要进入潭州 耕武 初二 周德威自捉州带兵拦机 把燕兵打得大败 刘守光带领一百多骑兵逃回幽州 他的将领兵族投降的接连不断 前蜀潘炕屡次请求立太子 前蜀主王健认为雅王王宗禄很像自己 信王王宗杰才思敏捷 想要选择一人立为太子 郑王王宗衍年龄最小 他的母亲徐贤飞深受蜀王宠爱 想要立自己的儿子 太妃龙使唐文示意同评章使张格上表 请立王宗衍 张格在夜里把写好的表彰给功臣王宗凯等看 欺骗他们说是承受了蜀主的秘旨 众人都数了名 前蜀主让下面的人观察各个儿子的面貌 下面人也迎合所谓秘旨说 郑王相貌最尊贵 前蜀主以为众人确实想要立王宗衍为太子 不得已答应了他们 说王宗衍年幼懦弱 能够胜任他的职务吗 甲午26日立王宗衍为太子 授册完毕潘抗以朝廷没有什么事情 声称有病 请求告老辞官 王健不准许 潘抗流着眼泪坚决请求 才答应了他 国家有了大的疑难事情 常派遣诗者到他家里请教 岭南节度使刘延 向楚王求婚 楚王马燕 应远把女儿嫁 给他 卢龙节度使的管辖属地都被尽占有 燕主刘守光独自拒守幽州城 向契丹请求救援 契丹认为他没有信用 终于没有救援 刘守光多次向晋请求归降 竟然怀疑他欺诈 始终不接受他投降 到这时 刘守光登上城楼 对周德威说 等晋王到了 我就打开城门 扶手听命周德威派遣使者 禀报晋王 11月假晨 初六 晋王任命监军张成业 暂且主持军府事务 自己亲往幽州 新有二十三日 晋王丹祺到达幽州城下 对刘守光说 朱温窜堂叛逆 我本想与您会和和硕五镇的军队 共同兴服唐氏的过运 您图谋不善 竟然效法朱温狂妄见月 郑州王荣 定州王楚之二帅 都驯服公顺地侍奉您 然而您却从来不体恤他们 所以才有今天这场战斗 男子汉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必须决定去向 您将要怎么办 刘守光说 今天我是砧板上的肉霸了 只听大王裁决 晋王怜悯刘守光 与他折断弓箭启示 说 只要您出城相见 我保证没有别的事情 刘守光用改换他日来推脱 在这以前 刘守光的爱将李小喜多 佐助促成刘守光的恶行 刘守光对李小喜言听计从 李小喜的权势轻动境内 到这个时候 刘守光将要出城投降 李小喜止住了他 这天晚上 李小喜越过城墙 前往进军投降 并且说幽州城内 已经力量运进 任须 24日 晋王李存旭统帅诸军 从四面同时攻城 夺取了幽州城 秦获刘仁公及他的妻妾 刘守光带着妻子儿女逃走 鬼害 二世王日 晋王进入幽州 后梁任命宁国节度使 王景仁为淮南西北行营 招讨应接使 率领军队一万余人 进攻卢州 寿州